譬如文化局最多的了 然后社会处也有 民政处也有 教育处也有 还有那个毒花处也有 产花处也有 我想各单位 环保局也有 我想这些单位都几乎只要申请 只要社区营造人士 能够好好的去规划去申请的话 都会有一些经费 当然是中央那边还要斟酌的 斟酌状况 然后着以补助 但是我想每一次这些规划师 把所有的设计规划之后 交给我们单位 我们单位送上去之后 上面审核之后 可以了之后 我想最重要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社区营造的人 必须要先支付金费 这些金费因为中央给你核准了 但是所有的金费必须要从下屋上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每一个项目 来执行工作之后 他们要先支付一些金费 然后再得到一些 再申请把这些收据 领据全部用完之后 才申请补助下来支付款项 所以这个有时候 真的会让很多社区 真的是自爱难行 他要做一个大型的计划 那就必须要很多的钱 那小的计划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可能是会越做越有兴趣 或者的话碰到没钱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要先支付钱 支付钱之后 上面有时候领据还不合准 还要退下来 结果怎么样 结果都是这些做营造的人 自己要支付这些款项 自己要吸收这些款项 所以这一点我想各单位 希望能够多多给予那个 那我想文化局这边 以前几乎都有 这个社区规划师的一个训练 还有上课 我想现在最近几乎都没有 那上完了课之后 也就不了了之 我是希望说文化局这边 能够从第一届到最后一届 最近的这几届的规划师 能够统合起来 因为最起码他们上完课之后 他们有一些概念 也有一些了解一些状况 上完课就算了 就没事了 你们各自回去你们社区 到底有没有在执行任务呢 没有 那这样子的课程 让他们真的是 有的人就想说 市政府这边也没关爱 那我们就算了 那有关爱 有兴趣的人 可能又继续下去 就称如刚才局长所说的 就是这个家族 社区家族 有继续在营造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文化局这边 文化局这边 既然有这么多的钱经费 在每一届的规划师里面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上课训练 我们希望能够整合这些规划师 在我们在地在我们地方好好的训练 做出一些文化 不要从外地的 从外县市再回来这边来做的话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我是觉得非常不好 那我现在针对着这个经费 这个经费是 我不知道 我看不出 到底这是未来还未申请的经费 还是已经申请的经费 我希望你能够答复一下 是还未申请的经费先提出呢 还是已经申请就是你事务汇报的 这两项的经费来提出 这个经费的一个补助 我就不太清楚 那假如说以事务汇报这两项 那这个也不是社区营造 这个应该就是曲工所提出的案子 然后火车站这个也应该都是提出的案子 那到底是先把这个申请 这个经费先出来 然后再提出申请这个计划 我真的是看不出来 所以请你也答复一下 因为刚刚很多人提出意见的时候 我想你会答复这一点 但是并没有答复 所以请这一点能够提出 你到底这些补助的项目 是要做些什么 社区营造三期 然后村落文化发展计划 我觉得村落文化发展计划是真的很重要 但是村落文化发展计划是在哪里 就成如张耿辉张议员说的 你的计划案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看不到你的计划案 到底是做些什么 是要补助些什么 我想希望文化局这边能够提出来解释一下 谢谢 好 保贵意见 好那董事局长 你就就我们同仁所说的这些意见 做做一个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议员的提示 那刚才几位议员都谈到 我们这次设造计划跟中央提的内容 那我这边再重复一遍 那我们里面的工作项目有几项 一个就是设造点的征选 然后补助本市的各个社区 也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由各个社区来主动提案给那个国化局这边 那当然这过程当中 那个我们会那个协助他们提案 那那个社区也都上过一些相关的课程 然后再由社区自己主动提案 就是关于设造点的征选 这是一项 另外一个就是委托这个本市这个社造中心的经费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补助本市区公所办理社造计划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媒合社区跟学校的乡土教学 那以这个105年为例 就是我们有32个设造点 7个区公所的设造计划 还有25场次的一个乡土教学 那这次会请大会这边那个协助我们先行垫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中央他们在那个设造三期的计划 他们那个核定的很晚 那那个如果我们不赶快先启动对社区的补助的话 其实那个社区根本没办法在今年完成这些 他们提的一些相关计划 所以才会希望那个大会这边给予这个先行垫付 这边再跟那个议员那个做说明 那另外就是那个张议员也有提到 就是那个当年就是这个亚太当代艺术园区的事情 那事实上这个园区几次在大会也跟各位议员做了说明 那当年提的这个亚太这个当代艺术园区 目前他们的这个就这个土地的持有 57%是那个市府的 有43%是那个卫福部的 也就是这土地其实并不是全部都是市府的 那目前在这块基地上面有9栋的仓库 那当年那个希望规划所谓的亚太当代艺术园区 那我这边也很诚实的跟各位议员做报告 事实上园区的经营并不容易 更何况当年它聚焦的是当代艺术 那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当地的这个区位 那的确刚才议员也有提示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为了解决过去那个有这个 这个货运公司这个占用的事情 其实我们也历经了很漫长的那个法律诉讼 那现在法律诉讼告一段落 那我们也予以这个追讨 这个过去他们占用的这个经费 那目前关于这块基地 那我们那个有幸得到那个 营建署的这个补助 那我们也完成了那个绿美化的工程 那事实上目前这块基地 我们也开放民众就是以一个开放空间的方式 让民众可以在那边作为它的休憩 因为那的确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基地 那为了让之后的这个使用 能够更符合民众的期待 所以那个我们现在在启动 就是它土地使用分区的变更 那目前它在那个土地使用分区上面是仓储区 那未来不管我们是不是要做 所谓的当代艺术园区 或者是我们要做其他的使用 那我们都必须要做这个土地使用分区的变更 目前我们的作业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我们那个在去年年底也开始启动 那到今年我们也开办了两次的说明会 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管是那个拜会当地的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或者是那个了解居民的需求 那我无非都是希望说这块基地 能够就是为这个市民所用 那我们透过这个土地使用分区的变更的过程当中 也那个去了解这个民众的需求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那个态度上跟议员们都是一致的 怎么样去让这块基地为市民所用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那个另外就是宇一元提到的 刚刚你也提到这个园区的事情 另外我们在那个社区营造的推动上面 那我们看到其实各个社区 大家都是相互的观摩 那我也看到就是说 我们当然要避免其一化 避免其一化 因为每个社区 他们所提的案子都是从社区内部长出来的 是社区居民讨论出来的 绝对没有就是那个刚刚您提到 由上而下 就是我们要这个社区做什么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就是说您刚刚提到 关于这个再生工坊的做法 其实这也不是由上而下 我想这个是那个社区 他们讨论出来的一个 也许透过相互观摩的方式 那临近的现世 大家也那个会这样做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慢慢我们透过那个观摩学习 其他社区怎么做 其实也可以找到自己社区的核心价值 那另外那个郑林医员提到的 就是那个刚才我有提到 就是我们这次提案的几个重点 那另外关于社区营造的经费 可能这里也提到那个 可能有些部分是社会师的计划 那个经费 那就我们设造的这个经费 主要就是我们也是分期勤款 也就是说过补助的社区 我们在第一期 我们就会先那个拨付它经费 等到它那个完成结案的时候 我们会再那个起付它第二期的经费 这边也特别跟您来做说明 那当然如果说在那个社区他们要结案 不管是那个凭证的提供 或者是他们结案报告 怎么撰写这件事情 我想未来我们会那个协助社区 在这个部分去除了简化之外 也让社区知道怎么去完成 那避免社区他们在完成结案的时候 造成困扰 那另外就是陈东财议员也有提到 其实每个社区他们提案的内容 就是非常的多元 那您刚刚提到不管是环保 或者是我们在去年看到 有社区提这个鱼菜共生等等 其实每个社区 那甚至像今年有人提到北管 其实这个都是来自于 社区居民讨论的结果 那那个刚刚您提到的人寿社区 他们在推动所谓的城市菜园 我想这个像这样的案例 那个当时去年中央来做考核 他们都觉得基隆在一个市区里面 有社区人寿社区在推这个城市菜园 也得到那个肯定 那以上报告 谢谢 好了我想我们 好我们先请庄景仁庄议员 再请庄景仁庄议员 谢谢 谢谢 我想社区营造 其实每个单位竞争蛮大 表示这个社区营造 对基隆市各社区帮助很大 所以说对这个议算 本习没有意见 但是我是希望 我们文化局 不要把这个计划交给某一个团体 最后你的成果都没有去看 不够落实 因为你没有很清楚 跟他研究的人去做 然后本本的本本的最后结论不是达到他们爱的目标 你像环保署 保守环保局 跟家人大写 他们做得很落实 从开始简报到最后的成果 他们都要去检验 检验 然后做最后的结论 把所有国家都做得很清楚 所以我建议文化局也是这样来做 你这把费长的到底有几个社区 他们的成果报告 内表大家来参考码 这样才有公平 不然有的很会写计划 他很好想 因为他叫博士来想 结果做的是工人去做 逗不磨 你这博士跟工人要达到 跟这个社区很完整的计划 做一个很落实的成果报告 呈现出来 这样才不让其他的社区感受就说 我没有什么人想 但是我很好做的 但是他做的结论 保所10万 他很好想的是30万 所以落差太大了 所以我是建议文化局 情得来不易 请落实 把成果展会结论 做一个报告 我们参考 好 我们接下来请张员会张议员 谢谢主席 局长 我再告诉你 当初为了这个土地 我们差一点走上街头 但是有拉布条 抗议 抗议什么 法务部要在那边 弄那个停时 那个解剖室 好不容易这块土地 它现在坚决 存如你刚刚所报告的 现在在变更中 分析啊 提醒你 先把它变 让我们市政府来应用 未来应用这个价值啊 很大 你光一个仓库 你八大仓库 一个仓库就多大了 比这个还大呢 比我们意志镇还大呢 我们市立医院都找不到土地的 这些你看这个秘书长你要好好考虑到 真的我们所有全阶级市 要去找这么大面的土地吗 哪里去找你告诉我 还有这么大这么平的吗 交通又那么便利 我说希望啊 真的到时候是好好应用 不要放在那边 跳土风舞还是干嘛的 搞不好跳中正公园跳 风景还好 当初对于地方上的期待 这因为要结合 我们的观光产业 好好在那边发展 本期啊 希望你用一点心 而且要很耐力的用心 这块啊 未来不管怎么 只要我们市政府完全掌握的话 会对我们地方上会应用很大 尤其我们时常提的啊 不管是那个时候 卫生局也好 市立医院也好啊 弄个像样一点的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说 本期还是非常期待 尤其地方上 不要让我们当初啊 在那边摆布 那摆布条啊 在那边抗议 我相信吉隆那时候有去采访 把那个纪录片再拿出来 纪录片再拿出来 放给大家 好不容易地方上的期待 吼 本期长 本期对你期待很深 本会也是一样 希望加把劲 好 好了 我们现在是在公安有 设计营造啦 存落文化啦 你也不要越看越好啦 好我想 那刚刚刚我们各位同仁说的是 都 请我们 我们 本案通过啦 那请文化局你要多听 我们在地需要的声音啦 因为我们刚刚同仁 最主要的问题是 正解就是在这边啦 那我想 计算是没有问题喔 那我们通过 那请文化局 依照我们各位同仁所说的 来作为这些意见 来研议看看喔 好 好 我们请张委员张议员 我刚才本期 刚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 附上计划 对啊 好 这个 补助进化 补助金会 这些 是补助金会表 不是计划 计划 他这次 这大堂 你能不能给我们摆一下 我想 就像我们刚刚 我要跟文化局 朋友讲讲 就像类似 我们第八案 你们的第八案一样 这就是文化部 同意补助105年 推动博物馆 推动博物馆 跟地方文化馆的 发展计划 这些 补助金会 你要列一个表啦 概括的一个表 让我们同仁知道 OK 好 没问题 我们通过 来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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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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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幣1548,749元整 并106年度预算编列 办理转正请审议 好没问题 好我们给他好通过 第二审查会第五案提案人 基督市政府案由 本府拟处分出售金管资信义区光明段 750-1地号及福祿段282地号 等两笔室有非公用土地案 请审议 好这个案我们副委财政小组 其他议员自由参加 好断过 第二审查会第六案提案人 基督市政府案由 有关本市中山区中山二路边坡 直升绿化改善计划 业金台电电协会 核定补助新台币120万元整 提请贵会审议 同意电户支用一案 想如说明请审议 好没问题 好我们登过 第二审查会第七案提案人 基隆市政府案由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核定补助本府办理 105年度基隆市休闲农业区域 休闲农业区跨域整备计划金会 其中农产管理与辅导业务 业务费一般私务费 及一般建筑及设备建设设备设备及投资农业工程 共计一百六十四万九千元 请规会同意先行电户 4106年度预算再行转正请审议 好我们请张耿惠张议员 再请林美玲议员 好谢谢主席啊 我想在这边我想我在此的建议 我们林处长 你一定务必的请我们啊 不管是农会也好 尤其是农会 办理相关的一些活动啊 我们本会这么支持他们 从来不要说本会的同仁啊 连我们当地的议员 甚至我们的发展休闲农业理事长 从来也不通知 人家问我们 你们这办什么活动 一文三不知 不要这样子啊 除了他们自己不补助啊 真的要辅导一下 给每一位议员 我们也好帮他讲话嘛 需要观光休闲 本席真的 咖啥都弄掉了 我上任以后 我自己也没有经营啊 也没有土地啊 什么都没有啊 结果一活活动 来我们这些议员也不知道 议员忙 他要不要去 礼貌上 一定要尊重 不然 除了没有 我们不需要经过我们议会审 不需要经过我们议会补助嘛 你有活动的话就应该通知啊 各单位也是一样啊 礼貌上嘛 这是本期再次的叮咛 务必你要转达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请林美玲理议员 我们可不可以请采发处说一下 有关于这几笔的费用 我们怎么去做 因为啊 这个农业啊 其实啊 跟我们应该是息息相关 我们吃的用的 几乎都是在这边 最近呢 那个水果很贵 最近呢 蔬菜的种类变少了 这都跟我们的农业是有息息相关的 可是呢 我们每一年 实际上我们从农委会那边 拿到了非常多的经费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 这些经费都是怎么样的花了 尤其在农业的发展上面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的农田有变多了吗 还是我们的农业的相关的 这个产业 有比较活泼吗 实际上应该要告诉我们 否则的话 我们不断的拿那么多的钱 就像我们的议员同仁所讲的 有些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花你们的 然后呢 每次来了以后 就是要我们转正 我们要先垫付 转正垫付呢 有的时候 你要我们转正垫付 到最后的时候 中央可能又因为计划 产生变化 然后呢 那个钱又 可能补助的又不够多 所以呢 可是你们可能先花了 所以在这边我想要知道 就是说 你们要了这么多的 像说农业管理啊 跟辅导业务啊 这个业务费 一般的事务费等等 你做了什么 你协助了 我们农民什么东西 然后你这边也有一些设备 设备费用 尤其呢 设备费用 我们看一下 这个设备投资的费用 我们原来计划是没有的 他现在核定了88万 88万本来是没有的计划 计划里面是没有的 核定了88万 你要再做什么 本来原来的计划是没的 现在突然给你的这一笔钱 你要怎么做 讲补助费本来我们是计划 是要这么多的 现在减少了 你可能要减少补助的方向 要缩减哪个方向 可能要告诉我们 还有一般的事务费 我刚刚就在讲了 他又多了那么多 你要怎么做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未来我们可能都 每一个 我们都要好好的 丁精去给他们审查 所以先从这个案子开始 你告诉我们 你要怎么做 谢谢 好 还有没有其他同仁 没有 我们请长发处 民主长说明一下 好 谢谢书主席 那也谢谢我们议员的学行 那有关 这一次那个行政院农委会 他所核定的补助 因为他里面大概跟当初 我们在105年度 编列预算的时候 有一些数字的一些修正 那有关刚刚 李议员在垂醒的那一部分 那个一般事务会的话 实际上这个是做一般行政的一些考核 以及一般行政的一些相关的费用 那设备投资的部分呢 就是要做那个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服务中心 就是以前的马西国小分校 他那边现在因为残障没有残障波道 所以我们现在要增设一个残障波道 让那个残障人士的话 他能够进出那个服务中心那边比较方便 这个是那个设备会的部分 另外他一些那个什么 奖补助会短少那一部分 原理上因为我们奖补助给那个融卫的话 实际上项目是很多啦 那我们在里面的话大概就会把它铺平 然后大概均匀的把它扣离掉 这一部分的话就比较没办法去报告一些细项 大概是这样 但是因为就是说有这些禁卫的那种短缺呢 所以才要就是说提到到 就是类似有的追加有的追减这样 然后因为刚好它核定下来的话 连路的要比较晚 所以因此呢我们才提醒贵卫那边 可以来同意那个先行店铺 在106的部分呢再来做转正 那有剩余的相关费用 我们这边会做自行的控留 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在那个 事务会议的话就已经有提案来报告 那一并提到大会这边来做报告这样 以上说明谢谢 张耿炎 张议员说的 他每次他都这一部分活动 那张议员所讲的 这一部分的话未来会督促那个农卫那边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的话 有一关有关 我们政府这边有补助的相关费用的话的活动 还是会请他们来发含邀请所有的议会的相关议员 来练习 因为农民应该那个农民 他们农民节的时候应该都有邀请各位议员 还有普渡啦 可能有一些比较小的是他们自己农会办的部分大概没有通知 那我会来转达 请他们农会的话务必还是尊重 事务跟议会这边 有关相关活动的话还是让我们知道 以上报告谢谢 好 我们再请林美玲宁员 主席 那个处长 实际上你讲的这个一般事务费已经增加这么多 其实就像你刚才我们耿炎兄所要的 有些的活动是实际上不是融会它来发放这个邀请函 实际上很多的邀请函是由我们市政府要发放的 对不对 像那个说所谓百年啊什么 反正很多东西都港务局什么百年 百年什么 哦 这个 这么快我就把它忘记了 那建港百年 对啊 这个所以我说那个有什么用 嗅一个就没记住了 每个东西都叫建港百年 对不对 虽然我年纪大了一点点 对吧 那个东西也是你们要发的啊 对不对 你也不是所有的都发啊 是 你不要再怪到融会的身上嘛 其实融会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主动性的 是你们要去弄的 还有我很想要知道 我们 农业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基隆 有很多的农产 是有名的 不不高的 像山药 对不对 我们的山药比日本都好 对不对 可是呢也只有我们这几个人都 只有一些少数的人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啊 虽然不不高 不过也是没人知道 所以它的价格呢 还不是非常非常的高啦 像说日本人 人们认为说 日本的比较好 没有那么 鸡人的山药鸡最好吃啦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说 我为什么一直在讲 我们的事务费啊 我们的一些的业务费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在辅导的方面 我们还是不够 举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这么多年来 一讲到农业 很多都会跟民宿结合在一起 可是呢 不管惨发处也好 焦旅处也好 对于基隆的民宿 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友善 说三次 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友善 听说 我不知道是焦旅处的 这个科长呢 还是贵处的科长 居然还在中央开会的时候 是公然反对 这个真的是不得了耶 你怎么可以反对我们这个民宿的发展呢 说实在的 我们的这个饭店也不够 过去大陆客来的那种 我们的饭店 说实在的 人为什么没来老了 饭店不够嘛 一个立心有人 整个要来你们家过一枚 不然之后 他就当然也去包围了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再让民宿 尤其在那个时候 我现在讲可能比较晚一点了 陆客不来了啦 这饭店现在已经 这个住宿率都达不到三成了 但是 不管他来不来 民宿的发展 其实对整体 不管我们农业也好 整个基农经济的产业 各项产业的方 是有相辅相成的功效啊 但是为什么 不管我们交旅处的观光客也好 或者是我们产业 产发处的相关局处 科室也好 怎么会站在反对的立场呢 出力 你有听过吗 那他的事 对啊 这个的话 可能产发处 你也要有来帮忙嘛 对不对 尤其我们这个民宿业者 对不对 已经协会都成立了 对不对 大家很努力 而且是各行各业哦 因为为了 为什么要做民宿 很简单 他为了让人家 看得到他这个产业的存在 他希望人家看得到这个 他的专业 他的特产的东西的存在 所以他们会附带的来协助民宿 可是呢 我们都没有 这个虽然是焦虑处管的 但是产发处你要来协助啊 好不好 好不 处中 好 脸头如导算 你说到 我就要叫民宿业者来找你 这真的就要做的嘛 所以你给人家每一次跟农委会申请这么多钱来 就是要做事 而且做到这个 这个 让大家感受得到 所以在这边呢 我也期待我们的农业 在这个产发处 你很专心的这个指导之下 这个经营下能够发展的很好 让我们基隆啊 至少有一半 那七十九的范围 大概是整个基隆市的一半了 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基隆的农产品 这次是我的建议 谢谢 好 保费意见 那没问题 那我们一轮通过 那请闯发处 对我们议员同仁的提 的建议 你们要积极办理 好 继续 第二审查会第八案 提案人基隆市政府 案由 有关文化部同意补助 105年度推动博物馆 以地方文化馆发展计划 经费262万元 本府配合款 91万8千元 总经费合计新台币 353万8千元整 提请归会同意先行店户 并106年预算办理转正 请审议 好 没问题 好 我们请秦曾 秦议员 各位请相关单位 把这个计划内容 我稍微提示一下 看你到底计划内容是什么 怎么只有262万 就可以做一个文化博物馆的一个成型 请报告一下 好 还有其他同仁 好 我们再请 李伟 林林林预缘 对 等一下我们的局长要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要推动这个博物馆的地方的文化馆 过去的政府曾经有一个政策 叫做一区一博物馆 我们的信量很大 不知道我们局长有没有听过 一个区就要一个博物馆 你有没有听过 文化局长有没有听过 没有吗 可是我们一区一个博物馆 我们在那个时代 大家如我如荼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一个区要一个博物馆多伟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那个时候觉得那是不可行的 但是局长 你要推动博物馆 其实可以朝向这个方向 一个区一个博物馆没有关系 我建议你到澳门去看一下 澳门小小的一个半岛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博物馆 可是不要小看他们的博物馆 博物馆虽小五丈俱全 一个海市博物馆 小小的三层哦 不大小小的 没有仔细看 看不到 但是所有的跟海市相关的工程 渔船 这个货船 货轮 正和下西洋也好 或者是葡萄牙的所有的这个船舶的 这个眼镜也好 全部包罗外相在那边 甚至澳门的所有跟渔业海市相关的文化历史 传统这个的这个这个这个祭典 全部在里面都看得到 真的是一级棒 还有里面还有贝壳展 里面呢还有部分的水族馆 真的要跟他们学 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半岛 每一个博物馆不大 他们还有明信片博物馆 他们还有消防博物馆 但是消防博物馆呢 从这个18多少年的眼镜 从刚开始衙门市的哦 没有多少 然后到现代化 甚至呢 过去多少的这个人 五位这个消防救灾的时候 丧失的都有 还有很多的新闻背景都有 也是小小的一点点 你经过的时候不仔细看 但是每一个都非常的禁闭 所以呢 一去一个博物馆不是不可能 我们未来我也期待朝向这个方向去 让基隆的每一个转弯 都是一个亮点 每一个转弯都是一个旌旗 每一个转弯都看得到 基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我们来期待 谢谢 好 还有没有其他东人 没有 我们请文化局 文化局长你说明一下 主席 各位议员 跟议员报告 就是 今年度的文化部的 博物馆跟地方文化馆的计划 那它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指的是这个运筹机制 另外一个就是博物馆跟地方文化馆的提升计划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协作平台 这个在那个中央当时在公告这个计划的时候 就希望各县市朝这三个部分来提案 那这边跟议员报告 在104年7月1号 已经公布了新的博物馆法 那以目前本市的状况 其实我们并没有 在本市并没有县市级的博物馆 那我们看到的海科馆 其实它是那个属于教育部晚霞 那我们邻近的宜兰 我们就知道宜兰有什么蓝阳博物馆 那都是县级的博物馆 其实本市目前并没有 属于本市市级的博物馆 这边特别跟议员做说明 跟那个秦议员做说明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 我们这次跟文化部提案 其实主要是整合本市 就是说我们市内的 这些相关的所谓的地方文化馆 那也因为那个博物馆法的通过之后 其实原来我们看到 那个刚刚吕议员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也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区一博物馆 也许您指涉的 回到我们现在博物馆法的定义 可能我们要推动的 应该是一区一地方文化馆 那这个地方文化馆 其实它并没有办法达到 在博物馆法里面 规范博物馆这样子的层次 它比较会是属于 地方文化馆这样子的位置 所以因为博物馆法通过 所以现在很多这些小型的管设 没办法叫做什么什么博物馆 那个名称必须要预证明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 其实跟那个中央提的概念 在这个大的这个计划下 就是以整个城市的概念 来取代个别管设的运作 那这次中央其实它比较希望 可以把前面跟各位议员报告 社造的精神 跟所谓的地方文化馆做串联 那其实我们目前跟 我们市府有关的地方文化馆 就是在那个 就是那个中正公园的 这个中原祭祀文物馆 那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在文化中心一楼的 那个基隆故事馆 那这个是那个 目前文化部知道 跟市府有关的地方文化馆 就是这两个 那另外一个地方文化馆 就是那个阳明海运的 阳明海洋文化馆 这个是本市在中央 被认可的地方文化馆 那这次其实我们那个提案 主要是要做本市各馆的整合行销 那我们也会去策划 就是各馆的一个主题的展览 那一样我们有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所谓的运筹机制 那我们想办法把我们目前 地方文化馆的展览空间 进行改善 那也让这个我们公司的管设 可以提升 所以我们有提升的计划 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 协作平台 那我们也希望说 各馆能够透过这个 主办这些主题展 在不同的空间 都能够有好的展出 那主要就是我们希望 地方文化馆的这个内容 能够加以提升 那当然那个 我们这次获得的补助不多 所以我们其实这次获得的补助 其实经费并不多 不过我想我们会妥善 运用这样的经费 让目前我们这个地方文化馆 这个管设 不管它是在这个营运机制上 或者怎么跟其他管设 做写作平台这部分 我想我们会调善 我们会来那个努力来推动 以上 好 还有说 好 我们再请林美玲 李议员 局长非常感谢 这个正名化的话 但是呢 台湾真的很小 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心量放大 你要一直自信于说 我只是一个地方的文物馆 其实真的是感觉 感觉这个 这个愿景不够大 所以在这边呢 我要建议我们的这个局长 我们基隆真的是一个炮台 非常多的一个城市 炮台博物馆从过去十多年前 一直谈到现在 我在想在我们的前辈时代 我所谓的十多年前 是我自己当议员的时候 开始谈的 但是我相信我的前辈们 应该也有在谈 基隆是最适合盖炮台博物馆的 那种串联是整个基隆 而且是整个台湾 而且最具有规模跟文化历史背景的 我觉得这好可惜哦 我们应该应该的 把这个炮台博物馆 设立炮台博物馆 设立全国性的 不是县市级的 应该是国家级的炮台博物馆 列入我们未来的愿景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基隆才能让大家看得到 而且只要基隆的炮台博物馆 一成立 我相信不管是日本也好啊 韩国也好啊 我们的荷兰啊 西班牙啊 这些曾经啊 觊觎过台湾的 看到过台湾的 踏上台湾的 这些国家 他一定会过来朝圣 也一定会过来缅怀 过去 他们曾经 还包括法国 他们一定要来看一下 曾经在这个基隆地区 留下了他们的轨迹 当然这个轨迹包括两种 一个是那个物物的轨 一个是那种 真的是轨迹 所以啊 我觉得哦 这个炮台博物馆 应该当成我们未来的愿景 我期待文化局要加油 谢谢 好 保贵意见 我们一段通过 那我们请文化局 加把劲 好 我们继续 第二审查会第九案 提案人基隆市政府 案由 有关本府办理 105年度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 补助委外成立 自主更新辅导团 补助计划业或内政部同意核定 敬请同意 颠覆新台币150万严整 并以106年度 办理预算转正 请审议 好 好 我们请林美玲理议员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都发处 这应该是属于我们都发处的嘛 都发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积极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的人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呢 是不是在组织调整的时候 可以做一番的调整 然后让那个都发处更具这个整体这个都发 都市发展的一个的方向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也知道说 都发处已经成立都发科了 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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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都根科 都根科 对对对对 都根科了嘛 已经成立都根科了 但是呢 我不知道是基于什么人员 因为我们还要再成立一个这个辅导团 毕竟辅导团 它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而且毕竟辅导团 它不是专职的 所以呢 他可能这边坐坐 那边坐坐 而且这边坐坐以后 可能有有其他的事情更多 或者是更重要 他认为更重要 他就跑过去那边 所以呢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已经成立都根科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成立一个辅导团 而且呢 我们的公伴都根的方向是在哪里 公伴都根是要 不是公伴都根的方向 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成立这个辅导团的目的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谢谢 好 我们请 有想要有议员再请庄典的议员 还有四分钟结束了 等一下 请这个说明一下 我想啦 在我看里面的内容 根据我了解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委外的业务 是不是委外的业务 不是说在我们都高处里面 成立一个辅导团 不是这样的啦 应该在这笔经费 是中央补助款 我们成立一个辅导的单位 针对于一些庶民或社区想多个人 我们给予辅导啦 应该是这样子 对应该是这样子啦 所以说我里面也没有说市政府要成立一个辅导团 也没有他们写啦 我看一看就我的了解 我了解应该是不会有错误啦 应该是委外的 等一下请说明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先庄金城庄议员 谢谢主席 我想认为应该也是这样 但是办理都更啊 其实非常困难 基隆市政府到目前过去 一直要公办都不可能 要置办也有困难 但是你这个钱 我是认为有意义去帮助协助 想要都更的区块 我现在要请问市政府处长 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方式去协助有想要赌根的 我简单比一个 你不能在地板 像这样一直到这久啦 其实都不可能会成 因为你全力变换有困难嘛 所以我还是说小区块 像说港西家这一排 这十几号而已 针对这个来协助 来给他算命 我相信这样的目的达到的成果会比较好 所以我是希望等一下说明 你到底要放在哪个区块 还是说想要有选择性 适合性的 可以完成的部分来辅导他 这样可能成功力会比较高 好 我们再请张庚慧张议员 谢谢主席 当然啦 习处长你是很用心想做 整个都更方面的一些业务 那本席也很纳闷的 不晓得你这个 都更团的他这些成员啊 他是哪一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未来的他的整个行政效益 他的地位又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当然值得 值得要来研讨的 整个刚才整个基隆市来讲 长期来讲那个老旧的房子 确实啊让人家改变说 30年40年都不变了 那你有这个心啊 想要来整个改变 问题是说都更不是 一两年十年的事情 通盘要整个来做计划 尤其牵涉的范围 法律的等等 这个都是值得你要深套 甚至于说本席也不 不排除啦 就建议你啊 尤其这个都更啊 是有些真的是要跨 甚至于要中央的整个要整个编组 不然光我们市政府要来推的话 等等要推的话真的困难很多 好 那我们时间剩下一分钟 我们先休息 下午我们请习处长来说明 好休息 好休息 好 哦 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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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chmal 好休息 好休息 等我 感谢观看